台湾旅客在马来西亚邦邦岛遭掘 目前的救援进度最新如何呢 中间新闻团队记者林渔乔 以及摄影夏军成是访问当地 募集绑票之名的说法 我们连线给林渔乔告诉大家 好主播观众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登上邦邦岛 但是中间新闻的采访团队 还是会持续的为您挺进到 最新的一个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的这栋小木屋 它已经拉起了这个黄色的封锁线 它就是在11月15号 凌晨一点钟遇害的这个许先生夫妇 他们所住的一个水上的独立的小木屋 我们再回顾一下 当天晚上到底发生案情的一个经过 其实呢许先生夫妇 他们住的这个小木屋 跟其他小木屋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在当时呢 这个歹徒呢 就是从后面后门这里 上到了这个小木屋 然后对这个许先生先开枪之后 然后挟持了这个许太太 把人给带走 但是呢 其实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更新更多的一个细节呢 其实这些歹徒呢 他们应该是有三条船来作案 那遇到了第一条船 上到了许先生他们的小木屋之后呢 遇到许先生 他是奋力的抵抗 因为他想要保护他自己的太太 所以呢 许先生抵抗之后 最后不敌他们用枪支的这个武力的方式 射杀他 那把他许先生射杀之后 其实当时呢 许太太就是所谓的张安威 他其实第一时间就跳到水里面 想要游泳来逃生哦 这是根据我们刚刚所掌握的最新讯息 他张太太是要跳水 跳到水里面来 来到海里面游泳来逃生 不过呢 还是被这个歹徒给带走哦 那其实根据我们所了解哦 这几栋小木屋 他们平常呢 在这个园区里面 都有自己的这个保安人员 在当天晚上凌晨1点钟 发生事情的时候 保安人员第一时间听到枪声 也赶到这里来支援 但是呢 他们在岛上的住位的警察 他第一时间就是跟岛上的警察 来讲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岛上的住所住在的 这个八个警察呢 全部都碎死了 不管这保安怎么叫警察 就是不愿意出来哦 所以才发生这样的憾事 那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一个讯息哦 当时的这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警方的单位哦 后来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 非常非常的生气 非常非常生气 甚至呢 有其同这样的一个场景哦 这个警察的一个总监呢 直接对这八位园警拍桌 要就赶快把人给我找出来 不然你们就整个好看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事件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如果当天晚上一点钟 保安通知了这个警察 警察第一时间能赶到的话 掉到水里面的许太太 也许她就有被救的机会哦 就可能不会被带走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地方上 而且包括从警方上 我们中间新闻水货园 得到所收集到的一个相关讯息 那我们先来看哦 其实这栋小木屋 它就是跟平常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度假村 是采取独栋式的哦 那后门还自己有一个小码头 所以当时呢这个歹徒呢就是从这个后门的这个小码头 把这个船哦气垫船 偷偷的靠近这个小码头之后 上到了这个二楼的这个落地窗这边 然后进到里头 想要对这个绑架绑走所有的人 因此呢其实现在这个当地的侨胞也有说 一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许先生虽然他是犧牲了 是人士已经走了 但是呢其实根据这个阿布萨埃夫 他们平常绑架人职的一个方式 或者恐怖组织 他们平常绑架人职的一种方式哦 他们通常都是会集体的带走一群人 那当天晚上很有可能是因为 呃原来这个来的这个歹徒 预计是有三条船 很有可能是因为许先生奋力的抵抗 要保护他的太太 让歹徒开疆之后 震惊了惊动了这个当地的保安 跟这个相关的保安权人员之后 他们才觉得事情打掉啊 所以赶快只带走了这个许太太一个人 就往这个菲律宾南部岛屿的方向来逃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邦邦岛上可以说是戒备身严哦 除了你是邦邦岛的 已经booking好房间已经订好房间的旅客以外 其他所有一般的闲杂人等 都没有办法上岛的 而且警方还在这里拉下 布下重重的武力哦 包括武装的巡逻艇 以及武装的这个园警等等哦 都全面的来守护这座岛屿 也是全面的想办法找出 许太太的下落 以上就是条件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